鼻吸肉该怎么治? 孙继洲西电集团医院 耳鼻咽喉头菌外科 主任医师 鼻吸肉主要是有 非手术和手术治疗两种 我们在临床中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 非手术治疗主要建于 早期的鼻吸肉 比如说鼻吸肉局限于 中鼻甲的外侧 就是中鼻道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早期可以使用 非手术治疗 我们可以用布迪奈德 鼻喷剂或者是 饼酸和提卡松鼻喷剂治疗 绝大部分鼻吸肉患者需要手术治疗 我们在做手术之前 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鼻道CT 来明确鼻吸肉的阻塞范围 和鼻吸肉本身的病变范围 来决定我们的手术方式 绝大部分鼻吸肉患者 合并伴有哮喘 所以呢我们针对哮喘患者 需要把哮喘症状控制以后 进行手术 专家提示 一鼻吸肉一般有手术治疗 和非手术治疗两种 临床中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 非手术治疗 主要针对于早期的鼻吸肉 二绝大部分鼻吸肉患者 需要手术治疗 在手术之前 需要给病人做鼻豆CT 来明确鼻吸肉的阻塞范围 和鼻吸肉本身的病变范围 来决定手术方式 三绝大部分鼻吸肉患者 合并有哮喘 针对哮喘患者 需要把哮喘症状控制以后 再进行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